院長好 來這邊請 等了好久張善政終於和桃園市議長 邱義盛碰面了 這個福氣把福氣帶回去 謝謝 我們把議會的福氣送給院長 邱義盛送上茶壺 還有在地名產茶葉 和張善政破冰 也承諾全力支持 議會是開大門走大陸 那我也非常歡迎張院長的到訪 那這幾天我想他可能有一點急 那我們也要想辦法把這個時間 把他擠出來 雙方雖然短暫會面20分鐘 但似乎在藍軍整合上跨出一步 因為張善政之前想見邱義盛 兩度吃了閉門根 甚至送上卡片 禮物也被擋下來 如今邱義盛態度軟化 院長沒什麼樣 也沒什麼冰破不破的問題 我會支持他 主席應該要親自來 我們溝通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主席 他也忙全臺灣的事情 我們也讓主席去忙 其他縣市的事 前前只是一些溝通沒有做好 但是其實我跟議長 一直都有互相聯絡 那像今天就非常 時間剛好方便 就非常順著過來了 沒有特別的困難 見面三分勤 邱義盛釋出善意 國民黨徵召大戲一周 張善政啟動求和之旅 一大早和前台北市議員 羅之強行走桃園 但要成功整合 張善政隔空喊話立委呂玉玲 如果說那個有機會 呂玉玲看到這段號 我要跟呂玉玲委員表達 說我對他在桃園 這邊多年耕耘的敬意 還有希望都能夠 徵詢他的意見 所以我會持續的跟他聯絡 張善政和邱義盛 在提名爭議後首度碰面 但距離藍軍團結整合 拼圖還缺一腳 進行為燕田利民家採訪報導 那麼大早